Water Jet Bump 装水 然后就接拜 再拿去打每棵树 打水肥 给它的叶子啊,然后打给那个草 那天昨天 前几天我们有看到那个叶子啊 上面有白点啊,什么 就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打咯 装白点 不然他你不用这个啊,你射不到上面,上面那边 就这样,这种5分的 就是要打给他咯,所以就掺那个药水给这种 打这种,然后还有让他的叶子变 硬,就是给他长叶,然后给他亮 这样子之类就很快,就这几个月就要打一次啦 可能有时候一个月的要打一次 因为毕竟榴莲树就是你要照顾它,就这样子 这些就要剪掉了 你看,两天前我才爬来看不了 今天,又要剪了 现在就是在这里,这个海辣这里,开那个bump 然后把这碰咯 碰树啦,这个是给,刚才我讲了,碰那个白虫 然后给叶子长大,然后掺那个肥水 跟那个杀虫剂一起,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咯 只有这种jetbump了,才可以碰到上去了 我爸那天买了一个新玩具,他讲碰不到上面太高了 它上面也碰不到这种小棵树就没有问题 至少不用用手bump,那新玩具过后会介绍给你们看 就这样子碰咯 然后一颗一颗走过去去碰 那,确保每个叶子都有种咯 你看这里是今天我们才开始碰 至少我们前两天还是碰,那边是前几天 前两天他们就碰,因为昨天下雨水没有碰到 前几天碰了,那个叶子直接不一样掉 因为那个白虫直接就会脱落 脱落了过后它就会很快长大 差别很大了,你一天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别了 剩下的就是人工去照顾它咯 然后你看你空地啊 你的环境好的话,鸟啊,什么都谁都来 猴子也是有来的啊,因为榴莲开始跌了嘛 猴子全部都在旁边的玩 所以做榴莲员你每天都要顾啊 这是我弟弟 现在全部榴莲都是他顾的 他就这里负责拉拜咯,然后我爸爸就从那边走咯 然后叶子我爸爸拿拜回来的时候 他又重新排过,不然的话拉拉拉会打劫嘛 所以就这样子,两个人疯疯我坐这样子去喷咯 这样子,就是这个才可以喷到上面去,你看 你看这样子喷,就可以喷到上面 就Jet棒可以喷到上面 如果普通伴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喷到上面的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用这种Jet棒才可以上到上面 然后上面,第一就拉拜,然后上面就装那个 药水咯,放在上面那个桶那边,装好药水咯 放去Jet棒就打出去咯 就其实是,算是水肥加那个杀虫药水咯 这样子那个,杀虫药水就把那个上面的白白点呐 虫全部打下来咯,不然那个白白点会刺坏那个叶子咯 弄到那个,那个树不美嘛 然后,那个呃,长叶了就让那个叶子哦 它粗一点,然后它比较 我们叫Gelat啦,就是你太阳上来的时候它会反射那个光 那那个叶子就变成很健康 现在5点10分了 我们还在打这 吊水去那里树,这里树就打过了 整片后面那边也刚打好了,现在打到这里 刚才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在后面那边也是已经打完了 现在还剩这里,明天或者过几天就打这里 你看那个树哦,打过了哦,它的感觉就是 会不一样啊,就打了那个,那个叶子啊 它的叶子就会比较发亮一点 只是可惜的是这几天它比较阴天阴天这样 没有什么太阳,如果如果太阳照下来的时候 全部整片就是看你可以看到青青色这样 好,今天就是一天啦,就这样子啦 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